大學女兵全副武裝 背著器材噴灑藥劑 一早就在高雄的疫情熱點 全面消毒 因為這廢棄營區 剛被投訴環境髒亂 都怕自己被逼買 不會 不會 我們都有做好防護 登革熱疫情病例直線增加 即將破萬 最嚴重的台南 累計病例8666 高雄已經突破千例 為此行政院宣布 正式成立中央應變中心 要全面防堵 但目前全台淪陷 連唯一沒有病例的台東 也確診出一例 病患是一個家住台南 在台東讀研究所的女學生 她回學校出現了發燒症狀 女學生屬於境外移入 衛生單位到住家 和學校周邊消毒 我們已經前面對她的住家 做了一個前面的消毒 以及針對她的住家的周围 做了自身眼的清楚 中央全面接手防疫工作 能否讓失控的疫情降溫 還不確定 民眾還是得繃緊神經防蚊 不能大意 記者綜合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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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